离开 我的故事 因为你而展开 为你学会忍耐 为你快 喜欢我走开 离开 我想看你手一样的伤开 所以学会你爱 你而再再而再三而再而 说乖 舞跳得不错 还会点别的才艺吗 绕口令 还会绕口令是吧 我再听一下绕口令 这会儿听清楚了一点点 刚开始我没怎么听清 可能是你的风格 你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雷欧娜 是永远值八岁的年轻道女 我以为你是外国人 对 你绝对是外国人 对啊 你的名字 雷欧娜不就外国人吗 是啊 就是我中文老师教得不太好嘛 你的中文老师是化学老师吧 好了 我跟你开玩笑了 就是我本来就听不见的 听不见 听不见 对 你是靠我的嘴唇 对 泰语的唇语 你是读唇语是吧 对的 从小就听不见吗 对 就是我在我快要断来的之后 发高招就再也听不到了 然后那个幼儿是一百二十多分贝 可以说是不能带助听器了 就这样带助听器也听不到 然后主要的话是九十到一百多分贝 还是可以带助听器 但是听得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道笔怎么都没有听到的好吧 那你刚才跳舞的时候 那个音乐听得清吗 跳舞的时候我只能靠自己的精力度拍子 不会说话是不是从小给你的生活学习 带来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 就是我妈就是一把手按着我脖子一把手 按着她的脖子发生 从这个阵音桌起 然后还要拿着直条吹 就比如说啪或者踢 就是一个会吹气的也要练 还有比如去买菜的时候 这是怎么 我觉得我讲之后我也记不太清楚 反正都是妈妈带我 然后八岁的时候 去一个特殊学校去学习 老师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来 特殊学校 对 然后脚之后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我妈带我去正常幼儿园去读 她以为我这颗别的脚孩子 是没什么不同的 所以就把我揍到那边去读 但是结果看到有好多脚孩子 围绕着我 说哑巴 然后我妈听见了就不开心了 但是她还是不服气 没有爸爸 就能把我做到一个很远的绝交 因为这样这样的绝交已经很早了 我家就在布东 这个绝交就在美航 我要坐两部公交车 还要再坐轿车 每天都是这么来来回回的 讲之后嘛 就是还好治讲之后很难治苦嘛 所以曾经一度让你很自卑 很自卑 自卑到什么程度呢 是很多人会觉得我说话很奇怪 说的怎么这么奇怪 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那个之后我就很自卑 我很在乎大家的眼光 我就开始把自己给 混成了 都比不大 那个之后 它肯定的是